恶心呕吐或者想吐 这个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 它的原因很多 它可以是一种情绪的反应 比如说有些人他看到了恶心的东西 比如说令人呕吐令人恶心 看到不愉快的一些场面 那么它就会引起恶心呕吐 那么再一个就是疾病引起来的 疾病引起来的就是比如说急性的胃炎 急性的胆囊炎 急性的一线炎 就我们消化到的疾病是最常引起来的恶心呕吐 就是急性的 那么还有一些慢性的一些恶心呕吐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疾病 像我们最常见的说尿毒症 肾功能衰竭 尿素弹升高的时候 病人也可以恶心呕吐 就是疾病引起来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消化道以外的疾病 比如说你这个脑子的疾病 耳朵前听的疾病 它也可以引起恶心和呕吐 所以恶心呕吐它是一种症状 它背后它有很多种原因 还有一些什么病都没有 我们就叫做功能性的周期性的恶心呕吐 综合症 这种病人查什么都没有 都是正常的 但是病人就是恶心呕吐 那就是说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需要我们医生进一步的去 根据它的年龄 根据它合并的其他的疾病 来甄别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才能进行有效的治疗 估计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